羊头 羊杂 手抓 黄焖 兰州人吃羊肉有哪些独特口味 炒播了 甜黑子 灰豆子 法子面肠 似懂非懂的名字里藏有哪些秘密 牛肉面 酿蹄子 姜水面 拉条子 丝绸之路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烟火味道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消费主张由五粮业特约播出 今天我们来说说兰州的夜市 兰州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 当你来到这座西北城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独特的魅力 兰州人的性格是粗广豪迈 而且善良淳朴 这样的特点也孕育出了它独特的饮食文化 像除了大名鼎鼎的兰州牛肉面 还有姜水面 拉条子 这些特色的面食会有什么独特的味道呢 西北人常吃的牛羊肉 在这里有哪些独特的做法吗 另外就是还有炒波拉 法子面肠 这些让人看名字好像有些摸不清头脑的美食 具体是什么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并感受一番 兰州 中国大西北综合交通枢纽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 兰州更是享有黄河明珠的美誉 晚上八点 夜幕降临 烟火撩起兰州的夜色 街头向北处处散发着当地人对美食的热情 与此同时 在市井深处 也能常常见到这样一位身影 陈吟 她是兰州广播电视台游兰州节目主持人 对于兰州的美食以及夜文化 她可是了如指掌 兰州是地处西北 我们的晚上天黑的比较晚 所以夜生活一般到12点多的时候 都还是非常热闹的 而且兰州也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一个省会城市 所以说有很多人都喜欢晚上的时候到黄河边去散散步 吹吹河风 还有我们兰州人对这吃是非常讲究的 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晚上都喜欢去一些夜市 我们的夜市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里面不光是摊位很多 同样这美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 而且都非常具有我们当地的特色 如果说兰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牛肉面开始的 那当夜色降连挑动兰州人味蕾的 当属藏椅与山巷中的各个小吃街了 在兰州这条叫正宁路的小吃街全长300米 夜幕建连后这里就是兰州非常具有活力的地方 晚上9点兰州乃至全国的时刻正在向这里汇集 感觉好吃了很多 第一次吃这个牛奶鸡蛋脑子真的好吃 我想回家自己学怎么做 你吃这块就挺大个挺过瘾的 这是什么东西 羊排 羊排 那这怎么样味道 很好吃 但是有点味味的辣 就是有点爽快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那种西北地区那种风格的 每个人心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深夜食堂 而这个夜市也是我们探寻兰州第一道美食的起点 陈寅告诉我们要说兰州人的喜好还得先从牛羊肉说起 在这里吃羊除了羊肉还有羊头羊蹄羊杂这些部位都不会被放过 我们看到整只羊头齐刷刷的摆放在摊位上 顾客点单后下锅加热 在浓汤内熬煮几分钟后捞出入盘送上餐桌 整只羊头还冒着热气 虽然香味十分浓郁 但是该如何下口吃它呢 你看这块好像是一个舌头 哇 这颗这么大 对 你看这羊舌头 你看 哇 很大一块 哇 现在还挺烫的 后面是骨头 嗯 特别好吃 它现在是这个卤的原味 然后你可以看起来像这舌头它是比较厚的 所以说一口养下去的时候会有满满的一种肉感 而且它本身就非常有嚼劲 你看到像外面感觉像是裹了一层皮 而里面的颜色跟外面不一样 所以吃下去以后这种口感特别好 整只的羊舌头摘下入口 口感筋道 卤味浓郁 陈寅告诉我们 在兰州吃羊头讲究吃肉头与干头 像我们吃的这个肉头 就是多了一层羊皮包裹的羊头骨 羊皮 羊舌 羊脑 羊眼 这些地方就是整个羊头的精华了 其实以前我也吃过羊头 但是有一个地方一直都没有敢挑战过 那就是羊眼睛 今天你敢挑战一下吗 真的吗 真的要挑战吗 我们现在找一下眼睛在哪 在这 在下面 对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侧面 我先把它挑出来 好大的一个 没有完全挑干净 很好吃 很好吃 对 而且是很绵的一种口感 虽然说刚才我咬出来的这块是黑颜色的 但是之前那种感觉就像是皮一样 很绵 真的很软 西北偏北 男人带刀 这虽然是一句风间的细说 但可见西北人民的粗犷豪迈 如今这种豪迈奔放的性格 也被他们带进了宵夜中 那么除了吃羊头 夜市里还会找到哪些独具特色的西北美食呢 前面这家峰回路转排着长队的摊位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究竟是什么样的美食让人如此痴迷呢 这位正在长少的老人家是这家店的摊主 人称马爷 今年已经71岁了 这道名叫牛奶鸡蛋牢骚的饮品 马爷已经做了40多年 听名字你可能觉得陌生 但他在兰州可非常具有知名度 兰州当地乃至全国各地的时刻 慕名而来 我看您夜圈里 咱们做这个鸡蛋牛奶牢骚的人很多呀 您家这个人最多 您是不是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真猜是料 鸡蛋牛奶牢骚这种饮品 在咱们兰州人 在西北人系里什么样一个地位呢 连牛肉面一个地位 差不多 跟牛肉面齐名的 对 马爷的话不多 它的语言混杂在这一板一眼的动作里 已经被浓郁的奶香代替 食材的种类也并不复杂 听名字就能猜出一二 牢骚 牛奶 鸡蛋 葡萄干 花生米 白糖 芝麻 用简单材料就制作完成 牵动无数兰州人心中的味道 这个好喝 第一次喝这个 我看里面东西很丰富 咱们这里都有什么呀 我看到有葡萄干 花生仁 然后还有芝麻 鸡蛋 这我看到了吧 然后 但是鸡蛋味特别浓 然后就有种那种香味 奶香味 很香很香很香 虽然排队比较久 但是如果你吃完那些小吃的话 然后再喝一杯这个的话 就会感觉特别舒服 如果冬天的话喝 可能会更好喝一点 在这个夜市里 什么海鲜生蚝 港式甜品 鱼虫古怪 天南海北的美食是应有尽有 但兰州这座丝绸路上的美食城 所蕴含的美味远远不止这些 陈寅告诉我们 如果你想感受更加浓郁的民族风情 更精准地探旋西北风味 在兰州还有别的好去处 其实想要在我们兰州 吃销夜瓶美食 一条正宁路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说在这里还有一条 南关民族风味一条街 其实走进这一条夜市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它跟正宁路有一些不同 像在它的两侧的建筑物上 有一些手绘的甘肃元素 咱们进去感受一下 走 咱们看看 南关民族风味一条街 全长300余米 改革开放后 街道两旁的餐饮商户 自发形成的夜市摊点 建成规模 近年来随着夜市改造升级 夜市全新呈现在人们面前 走在这里你会发现 各个摊位的美食小吃 主要以回祖风味为主 那么这里会有哪些美味呢 让我们先来打听一下吧 喜欢吃然然 然然 这是我们天水的然然 是我们天水的特色小吃 今天一个名字和它的样子 感觉是女生比较喜欢的 男生女生都喜欢吃这个 我就喜欢土豆 就想吃土豆 我听说过那个 马铃薯片片 听过那个 还没吃呢 刚才路过看见 一会儿过去就没吃 好不好吃这个 好吃 什么味道的 咸咸的 这些数不尽 倒不清名字的小吃 应有尽有 只要你愿意在这里找一找 就会不断有惊喜等着你 陈寅告诉我们 探学兰州本地的独特味道 那还是得先从面食说起 你看蓝州人这人很爱吃面啊 面有很多种做法 是 你看像有炒面 还有面片 还有我们牛肉面 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 还有像是我们的干拌 而像这种面 我们看一下 像它的这个 面条感觉是比较粗一点的 这是我们纯手工拉出来的 我们当地人也把它叫拉条 蓝州人是非常爱吃面的 而且面的做法也是各不相同 炒面的做法简约而不简单 入锅翻炒成盘 时间是短短的几十秒 吃在嘴里却是百转千回 炒面作为一个统称 可以炒面片 也可以炒这种拉条子 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口感 再配上牛腱子肉以及土豆 足以满足各路时刻的大众口味 像我们吃这种炒面的话 主要就是就着我们的蒜 还有那个这个煎蛋 在和在嘴里面 如果是过来嘴里一起吃的话 味道是很不错的 人吃的时间比较久了嘛 因为差不多吃了十七八年了 在这家 吃这么久了 对 以前他们是一个小摊嘛 后边搬到这边一直吃 现在小孩也爱吃 蓝州作为一座拉面城 面食的种类肯定远远不知这些 陈吟告诉我们 除了炒面之外 还有一种面可以说是为西北味专门定制的 吃着不仅管饱而且清凉爽口 第一次吃的时候能接受这个口味吗 能接受 还不错 还不错 它这面酸酸的 虾的好 是不是夏天的吃这个时候 就会比较爽口的 还挺凉快的 就是凉快的 这就是蓝州人们的饮料嘛 饮料面 要量着吃口味酸酸的面 这个食客们口中的饮料面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像在我们的甘肃呢 有一种美食 它呢可能很多外地人 刚开始在品尝它的时候 觉得有一点难以接受 但是我们的本地人都非常的喜欢 它吃下去喝起来 有一点酸酸的感觉 有点像咱们 就是类似咱们北京的这个豆汁 这个我看像水一样 面汤一样 它叫什么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种水 它叫姜水 而且呢像跟它搭配的 可以制作出来一些其他的美食 因为它是叫做姜水 还可以 面还可以跟它来搭配 把它叫做姜水面 姜水是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名菜 用芥菜 包菜 芹菜 萝卜英 黄豆芽等作为原料 在沸水里烫过后 拌以少量面粉 酵母发酵而成 而姜水在这个夜市里 通常有两种搭配方式 分别是姜水面与姜水漏鱼 姜水面就很好理解了 而姜水漏鱼 名字里有鱼 其实并不是真的鱼 而是用淀粉 荞麦等杂粮 做出了鱼的形状 口味深受兰州人喜爱 一口吃下去 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结束 它非常的爽滑 甚至就是说 你要在咬它的时候 它就可以自己滑下去的感觉 所以说非常爽滑 这个汤汁的味道也非常特别 它里面有一些咸味 有一些辣味 有些酸味 很复杂的一种味道 对 是 多种口味融合在一起 在这个夜市里 除了口味独特 充满异域风味的姜水面 还有很多听着名字 就摸不着头脑的特色美食 这一大盆看似烤肉一样的小吃 名叫炒波拉 许多时刻围坐在火盆旁 吃得津津有味十分热闹 不过这道小吃为什么会叫炒波拉 还是来问问摊主吗 咱这个美食为什么要叫做炒波拉 这个炒波拉是因为动作而得名 就是咱们把筷子拿上 过来过去找自己喜欢吃东西 这块毛肚我喜欢 我吃毛肚 这个腰子我喜欢 那我就吃腰子 所以过来过去找着吃 叫炒波拉 炒波拉是甘肃省张业市的一种特色小吃 名字因吃的动作而得名 所炒的食材有羊肝 羊肺 羊肚 羊肠等 炒的时候烟熏火凉 吃的时候配上一瓶啤酒 味道那是一个美呀 您之前吃过这个炒波拉吗 没有没有 今天也是第一次吃这个 特别好吃 专门做社会 刚说今天这个好吃吗 我们从那个黄茶的 您这味道怎么样 还行还行可以 这个炒波拉是我 家乡的记忆 是我从小爱吃的东西 作为章业人 作为商业人 作为何事人 它都是我们的一个地方名字 我认为炒波拉 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小吃 吃炒波拉 很多人吃的都是曾经的记忆 不拘礼 不讲究排场 几张板凳 一个火炉 就是兰州人的一个夜晚 而在这个夜市里 像炒波拉这样炒 这吃的美食还有很多 瞧 这一黑一白 类似香肠的食物 放在锅里 是在炒什么呢 这种美食太香了 你猜的它是什么 看起来很像年糕 那好像并不是吧 不是 你看它虽然说 长得跟年糕很像 但是它是一种肠子 它叫做法子面肠 应该像我们看到的 这种浅色的 它叫做面肠 它这里面主要是豆面 深色的这种你看看 它里面的一般会放到咱们 所看到的杂碎 还有羊肉 然后再加上一些调料 说起这道法子面肠 它也是一种地地道道的 回族小吃 法子面肠 因形式当地的水上运输工具 羊皮法子而得名 制作形式与朝鲜族的米肠 有些相似 不过法子面肠 是用油锅煎炸 表皮煎黄酥脆 里面散发着羊杂 浓郁的香味 很得当地人的欢心 这个法子肠里面的调料 要更加多一些 所以说它吃起来的 口感更浓郁 里面像有这种 胡椒的味道在里面 而且再配上这个蒜以后 你就会感觉 羊肉本身的香味 就被激发出来了 吃过了兰州的小吃 品过了市井烟火味 除了夜市里的美味小吃 你能感受到的味觉体验 还不止这些 在兰州 还有一些餐桌上 常见的硬菜 可是在夜市里 见不到的哟 而其中之一的一道菜 可就要从 在兰州穿城而过的 黄河说起了 刘家峡水库 位于甘肃林下永敬县 距兰州市75公里 地处高原峡谷 位于为高原明珠 张英龙 是这里的水产养殖户 从事水产养殖 已经三十余年了 今天他来带我们捕捞的 就是兰州著名的 黄河鲤鱼 咱们这个水来 就是水质比较好 就是所以养出来 这个黄河鲤鲤的品质比较好 反正就是跟那个 市面常规那种鲤鱼 是有很大区别的 它这个肉质 个头啊有什么特点 这个规格基本上 就是两三斤 四五斤都有 大的都可以有七八斤 十来斤的都有 这个就是水粮 就是养殖周期是比较差的 肉质比较那个结实 黄河鲤鱼主要是指 生活在黄河里的鲤鱼 但随着淡水养殖业的发展 也有部分为人工饲养 张英龙养殖的鱼 主要供应兰州的各大餐厅 每当有顾客下单 他就会来齐网收鱼 而黄河鲤鱼 就游荡在脚下 三十米深的水库里 今天正巧有顾客下单 张英龙也正在和伙计们 忙着齐网 这里面有个一千多斤 一千多斤 这小往下 大往下到有三千多斤 咱们这个鲤 像这个大鱼的水库里咬了 就将近五年了 这个鱼的品质非常好的 咱们这个鱼拿到餐桌上去 就清冻清蒸都可以 常规的这日卖二十多块钱 以及常规的普通鲤 是卖到七八块钱 价格能差上三百 但那个鱼以红烧为主 它就又靠调料不是 把它的心味压一压 产自黄河的鲤鱼 鳞片金黄闪光 其肩部鲜红 以色泽鲜利 肉质细嫩 组成鲤鱼捞出后 入袋充养 并在一天之内送到兰州各大饭店的后厨 虽然食材新鲜 肉质优良 但兰州人吃鲤鱼还是酷爱红烧 先将整条鲤鱼下锅 煎成两面金黄 加入辣椒酱 精盐 酱油 姜片 料酒 蒜米等辅料 再次如果炖煮约半个小时 这道经典的硬菜 就呈现在食客面前了 怎么样 这菜够硬吧 这条鱼呢 应该是在三斤多 将近四斤左右的样子 咱们这边黄河里的鱼 都能长到这么大 是啊 你看看像旁边这两道菜 第一是我们的特色菜 第二呢 又是我们招呼朋友的必点菜 这边呢 是手抓羊肉 像这种手抓羊肉呢 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吃这个类条 因为类条上的肉 大家会觉得比较香 还有像这边 这边呢同样吃羊肉 但是它的做法不一样 所以它叫做黄焖羊肉 和黄河里鱼一样 手抓羊肉 以及黄焖羊肉 同样是两道经典的西北名菜 手抓羊肉 做法简单 散发着羊肉最香醇的味道 黄焖羊肉 口感醇厚 咸甜适口 和黄河里鱼搭配在一起 顿时活色生香 鲜味十足 美食可以说是兰州夜生活的一张明信片 而这里的夜生活也不仅仅只有美食 兰州是一座被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 它奔流而过的河水 如同这座城市深处的力量生生不息 很多兰州人都会说 自己是吃黄河水长大的 这条中国的母亲河 自西向东奔流而下 贯穿兰州 带给这座城市别样的生机 晚上许多兰州人走在河边 伴着波光碧影和奔流的河水 感受着古朴幽远的气息 为人们一天忙碌的生活 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 其实像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这里不仅夜市的人多 在黄河岸边的人也非常的多 我们把这条河叫做母亲河 每一次走到这里 总是会勾起一些回忆 想到一些故事 这边我听还有歌声 有人在唱歌是吗 是啊 其实像我们的性格当中 就非常豪爽洒脱的这一面 我们总是喜欢用一种 在歌在舞的方式 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感 这是在唱什么呀 他们好像是在唱一种 关于西北的歌 咱们唱去听一下 好 走 看一看 好 除了美食 兰州的另一大特色 就是民谣了 广茅的西北土地 赋予了人们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赋予了音乐强劲声令力 创造出了一大批音乐形式 如信天游 小调 老腔 琴腔 笼锯等等 许多人说 中国民谣在西北 西北民谣在兰州 兰州四面环山 地域狭小 黄河穿城而过 人们既想出去看一看外面的繁华 又想着黄河母亲绕纸柔的羁绊 于是乎 在两者拉扯之间触景深情 兰州人朴素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落叶归根的情感在这里显得更加浓郁 他们唱歌就是很接地气 就和我们很亲民的那种感觉嘛 然后有说自己不开心呀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过来听歌感觉会很开心 就是感觉他们也唱得好 然后我们听得也挺好 而且这边要凉快 这边要凉快 对对 家里太热了 高山流水满蜜之音 所以过来遇我的之音 你们两个都是好朋友 我们俩也是看路眼才认识的 经常一起来是吗 对 夜幕降临霓虹出上 漫步在河边夜色 如沉溺在诗画中一样让人沉醉 祸去并息争 戳出了五群山 玄奘坐羊蹄法曲经演绎了白马浪 成吉思汗驾峰 在兴隆山埋下了衣冠中 市境深处最安宁 十里霓虹又无人追 这就是兰州 一座黄河边奔流不息的城市 兰州地处西北 天黑得比较晚 所以夜生活通常也会持续到比较晚 我们建议大家晚上的话 可以去正宁路 这里是兰州历史最久 知名度最高 也是最热闹的夜市 有全国各地的小吃 如果你想品尝地道的兰州 少数民族的美食的话 那就应该去南关 民族风味一条街 这里是清一色的维族小吃 兰州也是被黄河穿承而过的省会城市 这里的夜景非常的迷人 中山桥旁边时常会举办各种民俗演出 你可以到那里去看夜景 听民谣体会一下兰州的别样夜晚 上山下海捞鱼放猪 原生态美食 什么滋味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什么节日可以任性玩火 欢乐的打体舞跳起来 热情的火把燃起来 带你感受火辣的西昌夜生活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好 下一期节目呢 我们将会去到西昌 西昌呢 它是梁山遗族自制州的首府 奇袖的山水 带来的是原生态的食材 眼下呢正是上山采骏子 下海捕头鱼的好时候 吃的那叫一个新鲜啊 另外呢 对于西昌人来说 人们又说 这里是一座与火结缘的城市 你看除了火热的烧烤 火辣的传统遗族美食以外 我们的记者呢 还正好赶上了火把节 有数十万游客 相聚来到这里过火把节 那这火把节里的火 到底该怎么玩呢 下期节目告诉你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欢迎们 再见